朋友们好 我现在来到的这次很偏僻的一个山沟里面 我也不知道这个山沟叫什么山 看我身后的这一块大石头 是一块整块石头 非常的庞大 离在这个位置 这山林里面全是树木 这里居住的人很少 以前据说在这里住的人富家很多 我刚才在前面发现了一个无人的村落 相当于是一个庄子里面没有一个人 待会儿我带朋友们去看一看 这里的山路和我以前带朋友们去的山路有些不一样 这里全是泥土道路上 没有那个石板路 所以看到这里 真的是感觉这里的环境非常的原始 非常的好 茂密的树林和山林之中 这里还有田地 龙田 这些就是种水稻的龙田 在这上面我们看我的右手边 这上面全是悬崖峭壁 这种石头不是我们常见的成都平原上的那种 红沙石 而是那种青石 我们看那个石岩 下面是空的 上面掉的都是巨大的青石 在这边还有几块很独立的 特别是这一块石头 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处理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这个石头 真的是可以说是一大奇观 很整齐就像刀劈开的一样 这一面 在这上面呢 我们看那个石头上面还有那个可以上去的那个梯子一样的那个石阶 这个上面直接可以上去我们上去看一看 有一些滑上面长了那个青苔 虽然石头不是特别的庞大 但是这个石头很有型 哦 这上面是一个平坝 哦 上来了 我们看在这个位置 石头不大 但是在这些这旁边就像刀切的一样 非常的陡峭 很整齐啊 一块石头 这上面还有那个刻的字 可能是这边住的人刻的字 鱼啊 上面这里就是一个平坝 下面就是河沟 一条小河沟沿山而下 今天天气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风景也是非常的修理 满山 郁郁葱葱 再往上面走还是一样 是山沟 但整个山沟就像是 疯了的一样 密不透风 全是树木 这里的道路也是那种伊林路 有 好像是那个扭走的那个 脚印 路很荒 感觉是 很久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了 从城市过来的话 有一点返璞归珍 回到几十年前的那种环境一样 像这样的荒山之中 除了听到鸟儿的叫声 其他很难看到有什么动物 或许有大的动物在山里面吧 在这前方有一头黄牛 这头牛好大 黄牛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脚印应该就是这头牛 牛的脚印 黄牛 像这些土平台 不知道以前有没有房屋 从这个环境来看的话 我们看这个地方 刚才我经过这里的时候 在上面 还看到有那个 修房屋的地基的石头 就这上面 或许原先这个地方是有房屋的 应该是早就垮塌了 剩下的就是一块荒坡平地 在对面 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那个山沟的对面 那里有一户人家 那个地方有人居住 但我们刚才走到那前面那上面 我刚才过来的那里 就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院落吧 荒坡的院落 我们看到这一片 这个原先 据这里的人讲 就是我刚才在河对面问了一下 这个地方原先是一个很大的院子 住了有十多二十户人 但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是人去楼空 虽然我们看这个墙壁 还是白墙 清瓦显得比较新 但是里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不知道这个房屋空着是什么原因 是搬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走这里我们过去里面看一看 路都没有了 哇 感觉这里是曾经还是一个大院子 这些房屋 空着的实体都很久没有人走了 这个地方有放的鞭炮 但没有人 我们看这些房屋 都是空着的 据说前两年这边都是一片像这样的清瓦房 现在都空着的这边 在这前面是这里的一个院子 我们从这个地方过去看一看 看那个院子还能不能看得到 这么大的一个院落 是什么原因呢 我刚才问了这边的人 据说是搬迁走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他们原先的一个院子 一个院吧 很大 一直到那前面 但现在只剩下了这个房屋 但这个房屋都是 虽然是没垮 但依然是空着的 没有人居住 有些房屋 我们看这个地方 可能是下雨过后 冲的冲垮的 难得的房屋 老式的吊胶楼 这前面过去我们看那个地方 还是比较老的吊胶楼 但是那些木材都已经朽了 十多年前这里还是居住有很多人家 现在这里就变成了荒坡荒山 荒的房屋 人口流失太大 曾经像这些村落沟里面的居住户 大都搬迁走了 有些在城市里面居住 有些 集中在一个 大的区域居住 曾经老的房屋 也就 控制下来了 我们看到的这一片 过去全都是房屋 而且还是一个相当大的院子 院落 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房屋 人去楼空 在我们旁边这个地方 原先或许是当地人居住 这里的一个鱼塘 或者是一个水塘之类的 里面也是填满了玉泥 竹子 站在这里 看到这样的场景 真的是思绪万千 惆怅啊 不知道曾经出生在这里 生长在这里的人 看到我刚才的画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感觉这里的一切 与我们现实的生活 已经脱节了 再回望一下 密林的后面 曾经热闹的院落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 没有人气 没有生机的荒野的废墟 在这样的大山之中 一个外地人进入这里 谁都能辨别出来 因为这里的人口实在是太少了 熟悉的人不陌生 陌生的人不熟悉 一个声音 整个山沟里面都在回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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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